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佩戴彩色隐形眼镜可以让眼睛看起来更大更美 受到很多爱美人士的追捧 不少人在选购隐形眼镜时 往往只会关注颜色 度数 含水量等 却忽略了透氧量这个直接关系眼部健康的重要参数 我们在眼科医院走访时 专家告诉我们 现在因为不当佩戴隐形眼镜 引起眼部并发症的患者越来越多 其中最多的是佩戴彩色隐形眼镜的年轻女性 一方面装和取的时候都已经产生损伤 还有一些隐蔽患者 因为长时间带着这种透氧量不是很好的隐形 就可能产生我们银表的缺氧 所以它隐红 隐瞳 微光 流泪 失误模糊 就会出现像肌膜炎 角膜炎 甚至角膜的新生血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毛病 专家强调 选配隐形眼镜时 一定要关注镜片的透氧量 透氧量数值越高 说明向眼睛输送氧气的能力就越强 我们打开某购物平台 检索了销量前十位的彩色隐形眼镜 最高的月销量能达到五万多件 但是这十款产品的产品信息液 居然没有一款在商品详情中标注透氧量的数值 软性清水接触镜 国家是有一定的标准要求的 要求里面对于接触镜的材料要求 光学的要求 表面质量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对于透氧量的这一部分 没有做特别明确的规定 根据专家介绍 目前隐形眼镜市场 对于透氧量这个影响眼部健康的关键指标 还没有硬性的基准线规定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可以参考国际隐形眼镜教育者协会的建议标准 日抛的大概是24以上就可以 如果是长期佩戴 如果是月抛 尤其是年抛的 我们的透氧量的要求就大大的提高了 要求一般要在87以上 在询问客服后 我们发现 销量前十位的彩色隐形眼镜的透氧量 日抛型月抛型 都难以达到24的建议标准 而这些镜片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材质是水凝胶 一些商家宣传镜片为非离子材料 其实也只是水凝胶的一种 相比水凝胶材质的产品 另一类硅水凝胶的产品 透氧量普遍比较高 我们查询了几个品牌的材质 为硅水凝胶的产品 即使是日抛型镜片 透氧量都能够轻松破败 因为硅水凝胶的软性接触镜 我们里面加入了有机硅的分子 这样它的结构比较疏松 所以它的透氧量也会加大 根据专家介绍 因为硅通道很容易被泪液当中的脂质阻塞 所以月抛型以上的镜片 现在是没有硅水凝胶的 您可以结合自身的佩戴时长 佩戴场合 价格等因素 选择适合自己的 脱氧量较高的产品 此外 佩戴习惯也非常重要 无论选择哪一种镜片 我们医生都是建议 每天佩戴的时间 不要超过八个小时 尽量一周要停一到两天 对我们角膜的健康 眼表的健康状况 是比较有利的 选择任何一款隐形眼镜前 您一定要先去医院的眼科 测量自己的度数 散光 几乎大小等参数 根据自己的眼部参数 再去选择透氧量较高的产品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再次期见